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好书了 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就知道 进入好书时间 好,我们今天总共有以下十本 因为刚好今天廉价 然后延伸明天还是放假 所以我今天多说一点点 让大家有一些更美好的一些学习之夜 我们今天总共有十本 然后当然其中一本不像一般的书 因为它是笔记本 好,那我们待会会来聊聊手帐 好,我们待会第一本呢 叫为什么优秀人都有科学脑袋 好,那我们待会会跟大家破解一些 我们过去的一些科学迷思 而第二本是给主管的教科书 该如何当一个好主管 是优秀主管才能够带出优秀的员工吗 可能答案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 然后第三个叫冷冻快煮一人餐 教你如何把食物提早先做起来 平常想吃解冻就能吃的快速做法 这样有没有感觉很省时 有时候煮料理很麻烦 就是一次煮多 可放隔夜又怕坏掉 好,那先动起来 那待会要跟大家介绍 那第四本呢 无肝饮食疗法 是针对病人的 而且是肾脏病 而我觉得这里面 待会要介绍这本书呢 其实它所提供的食材料理 基本上适用于多数的人 只是呢 如果你本身有肾脏疾病的朋友 也反而可以吃这些料理 然后第五本呢 二三四 瘦身饮食法 到底这个 我姓萨二三四 这 这到底在讲什么呢 我们待会来聊聊 怎么瘦 然后第六本 丢掉课本之后 学习才真正开始 真正进入学协领域 进入学协世界 好,所以 这待会也跟大家分享 如何学 然后还包括 谈鸡肉 以上鸟学未满 从鸡来 每天都常吃鸡嘛 既然吃鸡叫懂鸡 我们待会来聊聊 鸡如何搞懂 然后第八本 斗财猫的心情 这本书呢 是一个插画的书 绘本插画型的书 来待会跟大家分享 里面的励志故事 然后第九本 面世完美父母 过去呢 好像都是父母在挑孩子 这本书是小说 它反过来 是由孩子来选择父母 好,那待会来分享 这个非常特别的小说故事 然后最后的 跨年分手账 我们要分手了 可是分手账并不是分手 是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账本 的手账形式 待会跟大家来分享 好,所以在今天内容 你最想要阅读哪一本呢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分享 你今天想阅读的主题和内容的书 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本 有人说喜欢第五本 很好 每一本都还蛮不错的 好,那今天的第一本呢 为什么优秀人都有科学脑 好,在我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在今天预告就发现 有朋友就在那个留言区留言说 他已经买了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真的很有意思 好,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韩国人 叫刘婷子 他本身是一个气管顾问 好,他自己非常热爱科学 科普的知识 然后进而做了很多大量的整理 他说我们常常有一些 对于科学知识 其实是似是而非 甚至是误解的 包括有一个叫免鱼效应 免鱼效应什么呢 就传说啊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让 我们养殖鱼类能够活泼 在运送过程当中 不会在那个车上运输过程死掉 只要放一个免鱼 然后这些鱼因为有天敌在 所以就很活泼 一直动一直动 就比较不会死掉 这是真的吗 待会来跟大家破解 好,所以这本书呢 要带你来启发一些 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知道听到的科普知识 然后他说啊 其实啊 像比尔盖茨啊 祖克伯啊 他们都非常热爱科学书 甚至是现在首副 伊隆马斯克 他也是热爱阅读科学书籍 才能够得以持续创新 所以这些卓越的领导者 都非常热爱科学的书籍 而这些科学书籍也影响 他们对于很多科技的发展 所以呢 科学书很重要 那我分享 其中刚刚提到了几个点 好 我分享三个 我觉得读到的小故事 这个很有意思 第一个叫做 碾鱼效应 好 我们常听到碾鱼效应啊 认为把碾鱼放到像泥丘 或者是一些鱼类的鱼缸当中 这些泥丘为了躲避碾鱼 会频繁移动 而进而能够更长寿 好 这个其实是有误解的哦 他说我们很多人会把 这个解释成 适当的紧张 会比处在安逸的环境 让人更奋发向上 获得成功 好 那这过程当中 经过另外一个 不同的心理学研究呢 认为其实当掠食者存在 其实不会让猎物变得更健康 反而会有致命的影响性 因为包括行动变得迟钝 甚至求生意志变弱 你会想说 哇完了 反正都要死 都要死 所以这是在书中里面 针对碾鱼效应重新破解 打开大家不一样的思维观点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常听到说 要定目标 对书中也说要定目标 很重要 可是科学化的定目标呢 他说如果你目标定的太高 很容易让人变成失败者 好一个距离太远的终点 有些人在出发前 就会感到筋疲力尽 甚至干脆放弃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把你的大目标 变成更小的成就达成 所以呢很多人说 每年都会定下新年新计划 我为什么都做不到 就是因为计划太大了 所以不如把它改成 不要定每年的 你可以定每季的 把它缩小一点 让每季都能够看到成功 甚至每周都能看到成功 以小成功来激励自己 这样的效益 远高过于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高远的目标 所以就像有一本书提到的 原子习惯 每天都做到 比你想说我一次要做很多 还来的重要 好那延伸第三个小故事 这个要谈什么 每天很多人都会喝的咖啡 好咖啡为什么会让人睡不着呢 好咖啡睡不着原因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 每一杯咖啡当中含有1.5%左右的咖啡因 而这咖啡因呢 大家请猜猜看 真正的咖啡因是什么颜色的 请在下面留言区分享 让大家猜猜看 你有没有猜得对 猜得对 所以咖啡因是什么颜色的呢 好他说我们身体一旦疲劳 会产生一种物质叫做腺肝 但这个腺肝呢 会与神经的细胞的腺肝受体结合 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变得迟钝 就进而昏昏欲睡 所以这借由睡眠来减少肾上腺素的浓度 而也是帮助身体重新调节 恢复活力的自然过程 可是呢 咖啡因的分子啊 类似腺肝 会直接代替腺肝 跟我们身体的腺肝受体结合 这么一来呢 身体就不知道疲劳 还以为恢复了活力 所以另外咖啡因还会收缩血管 提高血压 刺激肝脏的血糖分泌 所以喝咖啡 才会睡不着觉 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提醒 我从这里面提醒一个什么点 如果你长期是用咖啡因 来使自己恢复精神 其实这叫假象 因为我们身体本身就有恢复精神的一个机制 如果你本身如果不喝咖啡 就非常非常疲劳 其实是一个警讯 还有提醒哦 就是身体告诉你 你真的太累了 你的细胞需要停下来好好休息 这时候请不要用咖啡因来欺骗自己的身体 说我还能够撑得下去 没有 这样撑下去可能会对身体有严重的受损 好 所以这是今天介绍第一本书 为什么优秀人都有科学脑 好 那刚请大家猜猜看咖啡因什么颜色 咖啡因的颜色是白色的 真实的咖啡因结晶是白色的 并不是咖啡色或黑色 它是白色的 好 所以与大家分享 今天提到的第一本书咯 哇 所以每个人喝咖啡都会想睡 那其实这是一个警讯还有提醒哦 如果你本身喝咖啡想睡 所以大家要提醒自己是不是身体真的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好 那警戒要介绍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 好 第二本书要给谁呢 要给新手主管哦 也甚至是已经是新主管 结果你是空降主管 新主管 老主管 都应该要学 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主管 不太会说话 甚至不太会教人 那该怎么办呢 好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 你自己曾经历过什么样的好主管 也写下你曾经历过什么样糟糕的主管 在下面跟大家一起聊天 留言互动吧 聊天留言互动吧 好 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小元信 他本身是一个农学博士哦 然后同时呢 他做了非常多 关于农业栽培有机相关的研究 而延伸呢 因为他也担任后来当任会长 他自己在担任主管过程当中 他深刻体验到 哦 当一个主管真的不容易 所以他就试着写下了关于新主管或老主管 应该学的各类知识 所以这本书获得 日本亚马逊管理类TOP2 以及领导类TOP3 上百位读者评价五颗星 好 他里面提到 如果你过去总认为主管应该舌颤莲花 甚至主管应该要很有权威或没有权威 就很极端性的 然后甚至觉得 就是如果要管理下属 就必须要很严谨的定下很多规范 好 那这本书要告诉你 如果你越来越累 那通常就是你太能干 而变成属于被动型的 那个什么 被动型的员工太多了 因为他们常要听你的指示 所以他说自动自发人才怎么样产生呢 有几个点哦 第一个不要给下属正确答案 让他们在这棍当中试着去寻找 可能的方针或方法 然后当然也或许能够刺激出新的可能性 然后第二个不要直接指示下属 说应该怎么做 其实这跟刚刚第一个那个标准答案很像 然后第三个不要告诉下属工作的秘诀 让他用观察方式来询问你 然后第四个不要讨好下属 讨好来的并不是最好的 所以称赞可以 可是并不要过度称赞 然后最后一个也就提到称赞下属的部分 好那这本书里面提到什么呢 提到一个三国的故事 他说三国字里面有非常多主管管理学 都应该好好来好好读一下 好那其中有一段是 不是三国是刘邦 汉朝成立的故事 好十四赵英雄 刘邦统一全中国建立汉朝 好统一后到底谁的功劳最大呢 好但很多站在一线的将军都认为自己功劳最大 期待受到表扬 可后来竟然被表扬的功臣最大的叫做萧和 而萧和在战场上做什么呢 他不散战场的 就萧和是没有站上那个战场去帮助流邦打战的 那到底萧和做什么 萧和在后方负责后勤以及粮草 然后当然这时候呢 当萧和被表扬的时候 其他将军就非常不服 就认为萧和又没有上战场 他功劳为何最大呢 好那刘邦这时候开口说 打仗时是谁送粮草给我们的 所以刘邦军他们的特征就是 他们常常打败仗 而且都输给项羽 而可为什么又能够很快东山再起呢 而且为什么项羽基本上很少打败仗 却在最后一仗的时候一败涂地呢 好里面有提到说 刘邦军呢虽然三不五十失败仗 可是同盟居然越来越多 因为他这里有饭可吃 而项羽呢虽然每次打仗都能胜利 可是就进而 他粮草资源不足 进而四面楚歌 孤军奋战 每一次一打都是以最后一条命来方式打 所以这样被一直消耗消耗下去 就打不完啊 所以无论刘邦军败的多难看 萧和都有办法收集到粮草和武器 送到战场 好那这萧和呢 其实就是一个组织的主管 他就负责后勤的角色来负责 供应所有下属 他们需要什么资源 你跟我讲我就帮你找 而当然做事的还是要有下属 第一线人员往前冲刺 可要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非常重要 所以他说被动人才怎么产生呢 他说优秀人身边会有很多被动人才 因为他们总是习惯听优秀主管 给他指令 同时喜欢跟着优秀主管 看优秀主管来做事 所以一个主管太能干 好像并不是一件好事哦 所以这也是给所有的朋友一个提醒 欢迎大家为自己按赞 也鼓励你把它转分享 因为我们都要学一个成为一个聪明的主管 聪明的主管 主管你说 不过萧和很奸诈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或许是 或许是 所以放手让下属之行 状况发生在介入 这过程其实需要一点勇气 不过一开始可以有一些 停损的规范 就是有一些暗示 说我们在哪些时候 需要有一些停损或者你的授权的部分 例如他可获得授权的权限啊 或者谈判的金额 这都是可在这过程当中 让下属去练习挑战 而且有时候可能会有更大的经验哦 例如你让下属去进行采购谈判 你就说你希望他能够谈到 在别人采购杀价过程当中 你的底线是10块 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他可能谈到11块12块 表示你的下属就超越你的想象力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 好那紧接着 我觉得下一本书还蛮实用的 实用在哪呢 实用在现在很多都是小家庭 然后这小家庭说真的 一次煮太多真的很麻烦 就煮太多就要变隔夜餐 然后不想煮太多又很难煮 因为每次的料理一次下去 就是要一定的量 不过锅子很容易炒回答 啊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好这本书要告诉你 冷冻筷煮一人餐 用微波炉来料理的手作 所以即使你要栽配给那远方的家人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一包一包的做好 我觉得这本书很多阿公阿嬷看的 会非常非常开心 他说哦这样我就可以做料理 给我的孙子了 就不用担心 我做完之后寄过去东西拍撩撩 好所以这是微波一人餐 让你在充满的过程当中 更贴心的应援 好我试着分享其中的几个 像它里面非常多完整的图解 好像这个炒饭 好炒饭过去想象的是 如果炒饭冷冻起来 那饭会变硬 因为那个水分被吸干嘛 就不好吃了 那真的可以用冷冻的方式来进行料理嘛 好那这个咖喱炒饭呢 他用的方式 他要提 建议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冷冻保鲜袋 好紧接着先把食材先事先调理好 例如洋葱啊青椒啊等等的 料理后搅拌 然后再把白饭填入袋子里面 然后放入配料 好那这过程当中 如果你之后呢 要开始就是冷冻之后要解冻 请把配料和白饭分开 然后进而用依次的碟放 然后在碟放棍当中 白饭解冻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呢他也建议 不是不一定要用微波解冻 可以先用退冰的方式解冻 然后在半解冻的状态下呢 用搅拌的方式把它拉拉 然后盖上保鲜膜 在微波炉加热4分钟 然后在半解冻状况 再拉拉 好那进而能够让白饭跟配料 融为一体 然后解冻之后呢 就微波加热之后 请再记得再次搅拌 就够完成这个咖喱炒饭 好那我再看有没有其他的 也很适合做料理的 它前面蛮多都是跟饭有关的 其实这个饭 如果这样这种做法 其实还蛮轻松 是因为有时候那个饭啊 这一餐没有煮完很麻烦 就要放冰箱 冰起来隔天呢 就变硬硬的 你要再把它拿去电锅加热 那个饭还是没办法 那个软 软掉 有时候我常我自己做方式变稀饭了 可是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好 那既然需要这方法 好像就可以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参考方式 意大利面也可以 好 将意大利面加盐滚水之后 然后进而 然后就进而在水煮的时间请缩短比包装袋当中少三分钟 就如果他包装袋说 你的意大利面要煮十分钟 你就煮七分钟 然后紧接着再把那个 煮七分钟的意大利面 滤干水分 放在冷冻的保鲜袋里面 然后加入少许胡椒 橄榄油 用筷子搅拌后冷却 然后紧接着再把那些 你要调理的一些酱 好 那就分在上面 分在上层 就可以冷冻起来 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 微波 搅拌之后再微波 所以第一次微波是半解冻 然后再搅拌之后是完全解冻 就可以加热变好吃 所以这有饭有面 都可料理 都可料理 还有马铃薯炖肉 这个也是蛮好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去买 比较多马铃薯 怕马铃薯放久会发芽 怎么办呢 就把它先冷冻起来 煮熟冷冻起来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解冻来吃 麻婆豆腐酱 麻婆酱 这也蛮聪明的 好 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的 冷冻快煮一人餐 所以你本身会常常需要自己 煮饭吗 如果你煮饭 有时候这种是可以做一个很快的做法 有朋友说饭微波前要先喷开水 对 这也是很重要的 否则会变得硬硬的 好 所以大家会自己需要煮 用微波料理吗 有时候我还是会啦 可是比例不高 又还是自己会自己煮 不过它就是真的 有时候煮完 然后剩下的剩菜剩饭 哇 就要再冰 然后吃隔夜餐 其实并不是那么健康 然后丢掉又非常浪费 我的方式我是会把它做成稀饭 那就把那些剩菜剩饭 然后加一起变稀饭的形式 然后尽可能再当那一餐就一定吃完 就可以当早餐或中餐 一次把它吃完 好 那紧接介绍下一本书 好 下一本书介绍什么呢 下一本书介绍是给肾脏病人吃的餐饮 专为肾脏病调理设计的无感饮食疗法 好 什么叫无感饮食疗法呢 就是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还有不同的刺激的体验 所以透过这无感的料理做法 能够让你的食材变得更美味 所以包括里面有非常大量的 各种不同的菜单 从视觉的菜单 听觉菜单 然后味觉菜单 嗅觉菜单 还有触觉的菜单 好 这里面有非常大量的介绍 香煎牛排佐食螺酱 香煎牛排佐食螺酱 我发现其实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它里面介绍 根本不完全给肾脏病人 就所有人都可以吃 秋葵鲑鱼卷 秋葵鲑鱼卷 然后香煎鲑鱼杏鲑菇 然后酥炸鱼鱼 所以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料理 真的好像蛮好功夫的 非常好功夫 可是就如果你想要挑战一下 不同的把那种 原本很平淡无奇的食材 重新调理出不同的滋味或体验 那这本书里面就很多这类的 从视觉角度来切入 然后也有当然包括不同的 味觉角度来切入 好 那也甚至听觉哦 好 哪些是听觉的食物呢 好 酥炸的味噌浸鱼排 好 手作的洋芋片 吃起来脆脆的 有声音 好 鸡胸肉小黄瓜 这也是脆脆的有声音 所以这是一个无感饮食疗法的书 如果你本身有需要 家里游人 就常常你可能要探病 那你要做一个比较健康料理 那这本书就可以作为参考了 好 也与大家分享 好 有朋友说 马铃薯放苹果可以抑制发芽 是的 这可以作为那个 补充资讯 补充资讯 听起来都很好吃 不过自己做起来需要花点力气和时间 好 那今天两本吃的嘛 那紧接下一本呢 要来聊吃的瘦的方法 好 这本书的书名叫 二三四瘦身饮食法 然后作者是一个营养师 叫做宋玉璇 好 减重权威营养师 他说二三四饮食法是什么呢 我这边帮大家重点 20%的蛋白质 30%的糖质 40%的油脂 好油低糖又增积 均饮饮食不负胖 他说有些人呢 总会用高糖高油饮食组合 这过程其实会让你越吃越胖 而甚至啊 有人想要增积减脂 就进而吃了很多很多肉 可是吃肉 如果你没有搭配运动 那你的确会变得很多肉 很多肉 甚至你对身体的负担也会是大的 所以增积减脂的条件 是需要在运动的前提下 除了要摄取 基本的一些糖类蛋白质之外 更重要要摄取足够的热量 好所以很多健身教练 会用大量摄取脂肪 来达到热量需求 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 如果你要用生酮饮食 不要只是吃 记得要搭配运动 好那紧接着要介绍二三四 他说二三四呢 我们他提到就是 用刚刚我提到的 20%蛋白质 30%糖质 和40%油脂的组合 进而能够 在即使没有高运动量下面 也能够越吃越瘦的做法 然后当然这过程当中 都要选 例如优质的低脂蛋白质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鸡蛋 然后甚至呢 淀粉 他说淀粉属于糖类 但非精致的糖类 吃对糖 比不吃糖 更能维持减重效果 并且健康 所以不要完全不吃淀粉 只是你一开始的淀粉呢 你要减糖的话 建议从你下一碗饭 减掉一半 就至少减掉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一小撮的量就好 不要一次完全减到完全没有 然后如果你真的要吃淀粉 你可以补充的是 全骨类淀粉 因为这全骨类淀粉 比较不会有血糖震荡过大的问题 影响你的情绪 还有你的食欲 好那脂肪呢 关键就是吃好油 吃必须的氨基酸 能够稳定血糖 然后并且增加饱足感 然后甚至有一种水果 就是属于好油的哦 叫酪梨 酪梨 一口就等于一匙的油 所以你要吃的时候 也要注意吃酪梨的分量 吃酪梨的分量 好所以这本书呢 介绍了非常多料理 该如何搭配才能够做出 二三四瘦身饮食法 所以我在读了一些书 其实都有提到说 就是你不要完全不吃淀粉 因为我们身体在活动 如果你本身有是属于那种 劳动性工作者 你的确需要有热量来燃烧 这个燃烧就需要像 淀粉糖类这些来补足 让你有动力去完成它 所以不要完全没有淀粉 就还是要少量 你的身体才会健康 好所以与大家回馈分享 二三四瘦身饮食法 瘦身饮食法 好所以不知道大家自己在吃的上面 有注重哪些重要环节呢 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 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哦 有朋友说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情 好像也是 就哎呀那明天再做明天再做 哦 薯惠说酪梨很好吃 我自己有买过酪梨 可是我对酪梨的料理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料理不太 不太顺手还是怎样 就觉得吃起来有点腻 就并没有那么好好的口感 然后有吃起来色色的 我后来才知道色色是因为还没有不够熟 不够熟 所以这个是我本身可能在酪梨料理上面 还没有不够厉害 好那警戒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要谈什么 要谈的是教育 好里面提的叫PTS教育形式 叫分段主题社会化 好那作者有两位 分别是吴伟中老师和马清老师 好他们都是在这个PTS创新教育研究所 研究中心推广的一个老师 然后同时也是学校老师哦 其中一位本身是私立开评餐饮学校的教师 好因为我本身有曾经参加过开评的一些活动 我发现他们的学校的理念真的很特别 他们为台湾的很多餐饮旅馆 提供了非常多餐饮类的人才 而他们孩子呢 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是很注重在品格操作 以及礼节上面 然后进而才后面紧接的到学技术 所以他们也试着让他的孩子 不是为了学技术而学技术 而是先有好品格成为好厨师之后 你才能够真的学好技术 好那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 要让孩子自由的过程 就是需要懂得运用刚刚提到的方式 好第一个他提的关键字叫分段 分段 生命是一连串的选择题 而教学也必须要分段式教学 不要把所有一次的一路龙龙 全部都教到孩子的大脑 因为孩子学不起来 必须要教一步骤 学步骤 做一步骤 然后确认孩子做到了 再往下一步做做 这叫做分段式教学 然后第二个 每次在教学棍弄 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还有主题 然后第三个 社会化 就教的东西一定要能够落地 这落地指的是 他出了社会就能用 出了社会就能用 我觉得这很大的提醒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 有时候我们在学校 过去我们自己的经验 好像很多时候学校学到东西 出了社会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哇 那就很麻烦 只能再自己重新学 所以这老师呢 他们提倡分段主题 社会化 把一个课纲 重新做调整之后 让他真的能够落地实践 然后甚至呢 他还提到说 游戏 用玩的方式 让孩子能够持续 有兴趣的在学习当中 然后同时学会合作 学会协作 甚至要让孩子 懂得练习分享 然后这还有其中一个关键字 叫做要让家长也参与在这个学习领域里面 家长本身 如果要加入这个学校团体 必须要成为学校老师之一 不是单纯 那个就全部交给老师 像我上次听开评的其中一个老师说 他们每一个学期都会让 班上的学生家长 一一来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领域 来跟自己的所有的学生同学交流分享 然后有的是做水电工的 有的做工地的 不同领域也刺激了孩子不同的视野和观点 而父母自己也担任老师的角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就让家长本身参与学校的教育 然后自己也能够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份子 然后这也会成为另外一种榜样 还有提醒 然后紧接着第九个第八观念字叫老师 他说老师是让孩子好好活成一个人 养成一个人的重要关键之一 他不是全部都担在老师身上 可是刚刚提到很多做法 其实要由老师先第一步把这些主题 把它做好分类 然后但这些啊 其实并不是老师一个人能够完全担起来 他还需要可能有一些校园性的政策 来提供协助 否则一个人独挑整个教育体制 做一些颠覆还真的蛮难的 然后第九个重点叫做 让学生自己喜欢自己 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喜欢自己的学校 喜欢自己的学习 喜欢自己的工作 喜欢自己的成绩 然后进而他会对他的人生开始喜欢 好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有很多观点很重要 如果你本身是自学型的组织 是学团体 或者是你本身希望在家教育 能够在学校教育之外 你还能够回家好好成为一个好父母 里面有一些教导方法 我觉得可以作为参考 与大家回馈分享 慧敏说是家长工作经验方 我觉得这蛮好的 就由家长来回馈 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 然后进而能够让孩子 更多孩子能够彼此交流和体验 好 那紧急要介绍下一本书 也欢迎大家为今天那种按赞 并且转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 美好的知识之夜 然后我们阅读人讲重点 会为大家介绍许多好说重点 也更鼓励你为今天那种按赞 透过按赞给阅读人鼓励 同时也给你自己一个大大的鼓励 还有慰藉 好那下一本书要谈什么呢 要谈的是鸡肉以上鸟学未满 好关于鸟的千奇百怪问题 就从鸡找答案 从鸡罐到脚趾 从骨头到羽毛 日本鸟类学的权威 穿上何人要说给你听 好所以这是一个鸟类的所有的研究 用鸡来了解 所以你要了解 为什么鸟会飞 为什么你那个老鹰 那个什么老鹰的爪子 这么有力量 然后为什么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不同的动物 有不同的那个 那个武能飞翔的姿态 好他作者说 所有研究其实鸟 鸡是最好的研究角色 因为我觉得因为鸡本身就是 就是被没办法飞嘛 所以就很好研究 可是鸡真的不会飞吗 好要告诉大家 在过去的研究过程当中 以前古代的鸡是会飞翔的 它是遇到危难的时候 它是可以飞起来的 然后当然它飞不久 它飞不久 可能它是可以飞的 然后紧接着现在的鸡呢 为什么都不能飞 好原因就在于 我们现在鸡都是经过改造的 是透过人工培育 饲养过程当中 甚至不断的 优胜劣败的挑选 只挑那个鸡胸肉比较多的 肉质多的 为主的肉鸡 进而现在的鸡就可能都是脂肪过多 或肉过多 飞不起来 所以这本书呢 就要为你解构那些 关于说鸟类的秘密 同时也从鸡的角度来为你介绍 所以这是一个从头到尾 从羽毛到骨头都一一拆解 告诉你的一个鸟类科普书籍 所以如果对鸟类有很深的研究 想要了解的话 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作为一个参考 好 你喜欢吃鸡吗 对 有人说鸡会飞的 好 那请接介绍下一本书 好 下一本书我不知道它怎么标重点 因为它是一本故事型的书 里面有非常多大量的那个精彩图片 它是故事型的内容 一篇一篇的内容 然后里面每一篇都蛮例子的 是一个提醒 它的角色 这个插画角色叫斗财猫 然后同时它有两个伙伴 一个好像柴田 那叫秋田犬之类的 对 好 这个斗财猫呢 它跟它的另外两个伙伴 一个叫柴犬 柴犬 另外两只都是柴犬 只有一只是猫 它们两个一起相处 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自己养的 然后所以写下这段故事 然后同时它用女人化方式来写 它说很多害怕都是自己吓自己 它说随着年纪越大 越来越发现 胆子越来越小 对位置越来反而却步 差点忘了小时候那个 奋不顾身的自己 跌倒了又如何 再站起来就好 所以它一篇一篇都很励志的 给你一些提醒 然后像这一篇写 哎呀 做人戴面具太累了 还是真实做自己就好 然后下面就有作者的注释 他说 在复杂世界里 有时候不得不戴上面具 也许在面具背后 能够得到一分安全感 但这一切的假象 只是给外人看 做真舍你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甚至呢 哎 像这篇工作 不工作一点都不难 难得是不工作就活不下去啊 好 那该怎么办呢 下面写说 其实处理工作本身一点都不累 让人累的通常是处理人的事 而为了生活 我们只能努力 给自己一个目标 让自己有动力 继续前进吧 好 所以是一本插画型的作品 然后同时后面有四格型的漫画 你可以透过这方式来阅读 我觉得这本书 蛮适合给那个 国小国中的同学和朋友 可以从这里面 给他们一些激励和鼓励 然后也同时读读一些小故事 所以大家分享 斗财猫的心情 有你陪伴真好 也谢谢大家陪伴阅读人哦 好 那紧接要介绍下一本书 也鼓励大家 跟着我们一起阅读人讲重点 听重点 学重点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在下面 跟大家交流讨论 透过线上讨论方式 线上读书的方式 一起学会人生的更多重要的重点 好 那紧接着往下读下一本 下一本我觉得是蛮好的小说 它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这边帮大家标一个重点 我先把那个聊天画面关起来 这样才看得到文字 父母对孩子期许白白总 可是我们曾问过孩子说 你有沒有想过 你想要什么样的爸妈呢 好 那个作者叫李喜荣 他以短篇小说 活着人曾经获得大奖 而这一次呢 他要写一个 跟亲子关系的小说 他说未来世界呢 生育力低得非常非常严重 好 那国家面临生死存亡 而被遗弃的孩子 拥有一个权利哦 就是选择父母的权利 好 所以这是有点颠覆我们过去的思维 其实这概念就有点像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孩子 就如果有人要领养 过去都是父母 那个领养父母来决定 我要领养谁 可是这个故事里面是反过来的哦 是那些被遗弃的孤儿 可以选择 谁才能够领养我 谁每个要领养的人呢 这些都要跟这些孩子面试 而这面试过程就能够不断的看到 这些 到底这孩子期待的父母是什么样子 谁本书呢 在韩国大热销 达到数十万册 有非常大量的青少年评审说 哇 超级真实 这根本就是我的故事啊 所以呢 那 你是什么样的父母 你孩子喜欢你吗 你孩子想要什么父母 你有没有跟他交流讨论过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好好跟孩子一起讨论的题目 就是问孩子说 你喜欢怎样的人能够当你的爸爸妈妈 是每天让你玩游戏呢 让你每天吃零食呢 还是有时候严厉 有时候奖励的呢 那你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吗 透过一次一次的不断这种交流提问 我觉得是蛮好的增进亲子关系的过程 增进关系过程 所以大家分享 这是第九本 第九本 面世完美父母 这本书的名字叫面世完美父母 所以如果你想读这样的小说 可以去无论书店图书馆或网路上找一找 如果适合的话 就把它买下来自己阅读咯 好 所以这是第九本 好 那紧接今天的第十本 第十本是手帐 好 那个是Moskin的手帐本 我把它点出来 好这次的手帐很特别 就厂商寄给我 然后这也是公关书 我到时候会做活动来送给大家 然后但我发现这书 这笔记本还蛮不便宜的 平均每本都破五百到一千多以上 可是呢 我觉得里面 这个 这个这次的手帐很特别 它是半年帐 叫分手帐 什么叫分手帐 它是从 今年的六月到明年一整年的账本 的手帐本 所以这里面包括像这个是哈利波特版本 然后还有小王子版本 然后我看他的网站甚至有Snooby版本 我这边有小王子版本 小王子版本 好那像这种手帐本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形式呢 然后硬壳板和软壳板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边是日历 一边是空白 留给你做笔记 记录 然后来分享一下我自己 如果像使用这种手帐 我的做法 我通常做法呢 我这边会写的是 我分享我自己过去啊 因为我现在都用电子手帐 如果过去用手 那个 资本手帐的话 我这边就会做 我每天该做哪些事情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用资本手帐 因为我现在每天事情实在太多了 多到资本 像这种格子太小 我写不完 对啊 所以我现在用电子 然后也比较能够 手机带着 就知道我今天还有哪些事没做 啊 如果你是用资本的话 你喜欢资本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喜欢资本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边可以记下你每天要做什么 好那左半边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叫做 请在上面写下你这周的目标 然后透过这个不断提醒自己 有没有每周完成的目标 你可以定三项 小目标 你如果完成就会激励自己 我这个礼拜有进步 不会真的每次好像都没有前进一样 所以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 我这一周有前进 然后但其他地方可以做一些 重点笔记啊 记录啊 然后来做整理 来做整理 所以这是一个手帐的呈现形式 然后但在最后几页 你也可以当做子弹笔记的一个空白页来进行 好那我分享一下他有一个子弹笔记的版本 我刚刚有插一个子弹笔记的版本 好这是子弹笔记 好那什么子弹笔记呢 子弹笔记就是它里面都是空的 然后只有角落会有页嘛 然后进而这种子弹笔记能够帮助你 诶我知道我要找的内容在哪里 所以他前面会留几个空白页 作为索引页 让你知道诶 这个重点是在第几页第几页 所以如果你对子弹笔记有兴趣 欢迎网络上搜寻 有蛮多厉害的达人分享了子弹笔记的做法 然后紧接着在后面空白页 就可以让你好好来利用 好来利用 谁的子弹笔记 子弹笔记的做法 然后甚至呢 在这次的 他们加出的笔记手帐 还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列印那些家具 把它印在下面 这样你可以选择一些名言家具 做自己独一无二的手帐记录 为你烫金 为你烫金 所以你本身喜欢用子弹手帐吗 好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了解 然后当然成品 他们这个系列 其实就成品好像都会有卖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行去参考 自行参考 好 所以这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十本书 所以不知道这十本哪一本 让你对印象深刻呢 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着我们一起聊聊咯 然后也希望我们所介绍的内容 能够为你大大启发 谢谢大家